大家好,2019年3月7日晚上8時半 阻礙大家吃飯的時間 今天有一個主題是 想在Facebook Page 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些圖表,各樣借人給大家 為何會有今天的主題呢? 先講講一些故事 事緣早幾天就在一個地產分析員 或者叫做經濟分析事緣 也是這些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 就是張一鳴先生 這位前輩其實挺有趣 我們做了一些討論之後 他也展示了一些圖表和回應給我 看見都覺得挺有趣 當然,其實他主要展示出來的圖表 其實我全部都看過的 今天就透過這次的Live sharing 再跟大家講講 題目就是 從高空3萬呎看美國的樓市 除了看美國的樓市之外 包括會看美國的樓岸市場 以及美國的整體的信貸市場 究竟是怎樣 希望跟這位前輩設賽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難得的 我之前曾經試過在 平人時空試過 曾經在其他的網站留言 或者希望一些討論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得不到一個正確的回應 但我覺得張一鳴先生是很正面的 就是哪怕我對他的意見都好 他都很開明地去做一個討論 並且都很嘗試大家去理性地去討論 我覺得他做一個前輩 這件事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尊敬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求真的精神 我希望我這個大部分都不會令到他失望 又或者如果他老人家是真的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歡迎他走進來 大家去切磋一下去聽一下 說明我們經常都說 平人時空會希望和大家 從這個高空三萬尺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會比較宏觀 宏觀一些來去做 我不好意思 我想問現在我是不是在Facebook page 因為其實我都不太看得到 還是在群組裡面 我都不太肯定 但無論如何不要緊 我先繼續 進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給我點讚我 或者叫聲嗨 看看知道誰進來 看到Danny在那裡 然後Tony也在那裡 你們兩位好 事不宜遲 我們先看看張一鳴的原本 那些文章 到底是說甚麼 那一看 那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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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原本的文章 第一件事就是 那些文章 這就是他三張圖表 OK 然後我跟他有一段對話 前輩就說了,多謝你的訊息 可不可以說一下我們平行小朋友看到的全貌 如何結尾美國今天的樓市 健康的水平和上行的趨勢 其實我的回應就是覺得很特別 有一個討論也很難得 所以做了一些回應 一般來說就不會太細緻去做 其中我跟他說過GSE FHA和PLS的一些比例上的分別 如是者之後 張一鳴就繼續放了幾幅圖出來 這幾幅圖當中包括現在美國的 現在的樓市的價格走勢 其中一幅就是 對上一次2006、2007年的高位 其實我們已經升穿了當時超過11% 這是第一幅圖 第二幅圖就是 一幅圖是 那邊的美國的全貨量的消費 已經在金融海嘯的時候已經超出了47% 由2.6億元到3.8億元 也好像是一個比較誇張的數字 第三幅图呢,它再有一个叫Octo Loans,这个就是一些车贷的意思 都比金融海啸之前的8000多亿美金升了30% 现在有1000多亿,不好意思,是11000亿的美金 之前曾经下跌过,如果在上一个bottom,2010年的时候 其实都升了接近一倍 接着于是者就有个student loan,大家看到了,还升得更厉害 2008年的时候是6000亿的美金,现在是15000亿 其实学生哥欠人很多钱,升了几夸张,146%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接着于是者就是那个楼价,这个是lock season lowly adjusted 就说housing bubble就比较高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看过一个叫absolute number的话 就是楼价的price index 我们仍然都应该来看这个 总之就是说现在,无论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 比如说楼价,我们整体社会的信贷状况 包括车贷,学生贷,各样等等 其实都比以前金融可笑之前高出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说美国人借很多很多钱 如是者之后,张一鸣先生原本的post 又有几张图表 其中,我想比较吸睛的这张图表 就是一个long bank sector 就说到一些shadow bank 这个就是FHA这边 究竟有多少share呢 就是在mortgage上 如果bylander types 究竟占多少个百分比呢 那这张图表达是很夸张的 整个八十多个百分比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那我相信也是事实 那就是说 在FHA成造的美国的楼案 其实在2012年的30% 现在long bank sector 已经去到超过八成 那其实是一件很夸张很夸张的事 大家会觉得 那如是者之后 所以 张一鸣他就认为 就是说 U.S.Shadow Banking 他打了一个留言 就是在他3月2日 在他个人的专业里头的楼案上 上了这三张图表 那 另一张也是说一些long bank sector 说的是share of mortgage originations 究竟是由些什么的银行 还是我们一些credit union 大银行 小银行来做一些融资 给人去买楼呢 跟着这个也是说一个FHA的 这个我们说的 Mortgage originations 究竟 这个是refinance ok 那么share究竟有多少呢 已经超过90%了 在2015年的时候 已经超过90% 那种种以上这些图表 那大家看下去的时候 我相信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合理理由 相信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bubble 正常来说 我想大家看到的时候 都会这样觉得 其实 尤其是 张一鸣在后面再补充的那几幅图表 楼价再创新高 所有的 在社会里面不同的类型的信贷 好像都比金融开小的时候 急升了很多 再加上我们的加息周期 其实已经加了9次的利息 ok 那大家会觉得 我们加息到这个时刻 应该是要 将楼市的泡沫 急爆 ok 与此同时 应该有一个很危险的讯息 就是说 会即将出现一个下行的周期 那当然 就是我这样回应 我当然也都 讲给大家听 一些笼统的看法 我会和 就是我之前和张一鸣先生说 所有的图表和数据 其实我们全部都看过 应该是研究过 不是 应该是研究过 结论仍然没有变 美国楼市和楼市市场 仍然健康地发展 近甚至 其实美国 ok 的信贷市场 都是健康发展之中 那我就有一个提议 就是说 如果前辈能够在历史里头 能够更加中环交错 去考虑一下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体会 那就是 就是 张一鸣先生都很礼貌 就说 多谢粉丝 那我们昨天看到 零费率的时候 是怎样 就是 再给我们一些图表 那S&P 究竟什么时候 然后 然后再进入 一个变化的周期 与此同时之前 暖超会有一些 减息的进程 那么 这个背景就是这样 那这些就是 张一鸣先生给大家的 一些信息 我不知道大家 听到现在这个时刻 觉得是怎样 但anyway 我现在就把我看的 从高空三万尺去看的地球 或者看的美国 去告诉大家 究竟是怎样 ok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看一下究竟 就是说 嗯 美国的Household Debt ok 其实 无论 无论 他展示多少张图表给你看 包括学生贷 车贷 房贷 各样那样 加起来也好 无论他展示多少张图表给你看 其实总 总括来说 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 在金融海啸之后 ok 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概 美国的Household Debt 是大概在12万7千多亿美元的水平左右 那其实 老祖在大概2016年17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历史的高位 那今天呢 已经到13万亿以上 其实就已经 那当然了 其实在金融海啸之后呢 其实曾经有一个短暂的下降 那这个 其实这幅图表也反映了给大家看 就是说 我们今天背负的债务 就是美国人背负的债务呢 是比从前多了接近有10%左右 是吧 就是大家会看到就是说 总债务来说 美国的家庭的负债 是比过去呢 是 增加了10%左右 是吧 就是最高峰的时候 如果比起我们2013年 大家认为好像 相对健康的时候 刚刚开始白南克说 我们要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呢 增加甚至乎有20% 25%以上了 但是这个究竟 是不是一样很严重的呢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部分就可能会更加清楚了 其实就是 把张一鸣先生刚才的一些标题 整合了 再准备出来 那这幅图呢 其实就是说 2002年打后之后 或者2000年打后之后 其实美国的家庭负债 究竟 整合的负债是如何转变的 首先 大家会看到 蓝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负债 其实你们会看到 就是说 在2008年之后 其实我们的负债负债负债 去到今天 2018年 或者2019年 其实我们都是 未去到2008年的一个水平 而 这个负债负债负债 我们的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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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接近大概七成 即是说 其实 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房贷 那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譬如刚才所说 譬如好像张一鸣所说 就是说 在2008年之后 我们的负债负债负债 加了146% 大家看到 红色这个部分 真的上升得很夸张 对吗 跟着同时就是说 我们的车贷 也是 绿色的部分 我们都上升得很明显 那这两样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很厉害的 如果我们个别 从某一个category去看的话 大家会见到这个状况 但是 如果我们以整个家庭 就是说整个美国 所有家庭负债的状况 来看的话 今天是不是比2008年的时候 的负担大了很多呢 其实 就完全不是 OK 那可能 一些部分的债务的负担 去到我们一些初毕业的大学生里头 又或者是 大家用了比较多的钱去买车 但是其实 与此同时 其实 大家看到 大家背负的 还有一些未供的负担 其实是反而 比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 还要低 那这个状况里头 大家可以总结到一个 普通的图片 就是说 如果我们斩件去看 学生贷是严重的 车贷是严重的 但是如果我们整个图片去看的话 大家又会不会 有另外一个看法呢 但是当然 大家都可以 说法就是 今天也是历史新高了 比2008年金融开小的时候 又进一步 加多了 一万亿美金上去 那你还说健康 这个时候 我们又要再用另一个角度 去做一些分析 OK 首先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单从 不能够单从就是说 我欠债多少 我就代表我还得很辛苦 大家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家庭 就是你是所有美国的家庭 在2008年的时候 你欠别人的钱是多少呢 是12万5千亿 当时12万5千亿 今天你欠别人12万3千亿 很多 多了7千亿 但是大家如果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在同一时间 美国的GDP增长是增长了多少呢 是由14万亿增长到2017年的时候 19万亿 当中那个百分比 大约是有三十几至四十个百分比 这个的 就是说换言之 就是美国的 经济增长是完全 是超越了 我们在上一次高峰的时候 就是大家所 美国人所背负的债务 所以说如果我们 对上一次是一个 是一个参考 去参考的话 如 Date back 和2008年比的时候 美国人会发现自己 就是说我赚得多了钱的同志 虽然我都欠别人的债务 是多了总债务 多了大概几个百分比 但是我发觉 其实我赚多了二三十个百分比 三四十个百分比 的钱的时候 这个问题 还不是一个那么大的问题 我留待大家自己去做个判断 当然我们不能够 只是从GDP去比 大家可能会说 那美国人有没有 找多道钱 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那这个就是 说的是美国的 平均的RD wages 就是说的是 美国人的时薪的一个转变 那这个其实是 对上一个十年的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在08 0910的时候 大概我们当时 就是他们的RD wages 大概就是18元至19元美金 那其实时至今已经去到23元以上 就是说 换言之就是 美国人的时薪 其实都比过去 在十年前的时候 增长了多少呢 有大概三成左右 两三成左右的增幅 如果我们再对比 我们所欠下来的贷款的话 那我们今天又会不会 真的又再同一时间 再次认为 我们增长了几个百分比的总贷款 是这么重要呢 我在这时候 稍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说 今日美国人的赚钱的能力 是比过去高二三十个百分比 而同一时间 我们就是欠落的总债务 是增加了多少呢 就是增加了几个百分比 连十个百分比都不够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健康呢 如果我们再 好像 张一鸣那样斩检息 就是我们看车贷房贷 车贷学生贷很严重呢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 高尖远足多一点 我们由整个美国的家庭债务去考虑呢 为什么我们要无视 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mortgage volume 甚至乎 OK 这里讲的是mortgage volume 甚至乎是比08年的时候 更加低 我们无视这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似乎我们做了分析的时候 就有点耳边概存 以及是不能够 就是不是那么全面 当然 讲到这里 其实都没讲完 我们继续讲下去 OK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一个 private debt to GDP 大家会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们如果对比 用GDP 就是我们的总经济生产 对比我们的private debt 其实我们的百分比 比十年前 还是继续健康了一点 再同一时间 我们都考虑的是什么呢 家庭债务 这个household debt to GDP 之前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接近百分之一百 95%以上的 当时美国的household debt to GDP 很高很高 今天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 不要说我们 OK 美国的经济增长 OK 但是我们的总债务 又说了我们 美国人的总债务 是由12万亿 多一点 增加到13万亿 多一点 其实这个百分比 已经比当年 为之下降了 当然大家要留意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 是不是 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 如果我们要说 如果我们那几幅图 是要跟十年前金融海啸去对比的话 如果我们用回这几幅图 来做一个对比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 其实我们比十年前 真的好很多 是吧 真的好很多 这个状况里头 大家就 我又再做一个小总结 OK 小总结就是 第一 美国人今天赚钱 或者整体美国的经济 的生产总值 是比以前高了 十年前 大概高了三成左右 就是这两个指数 的分别大概高了30% 而同一时间 我们看到 就是说 美国人的家庭债务 美国的家庭债务 欠落的总债务 是比以前 是增长了几个百分比 如果我们硬要用 这个学生的贷款 或者这个汽车的贷款 来强加于 美国人的家庭债务 的状况 里头认为他们很恶劣 的话 我认为这个说法 是绝对 绝对 不合理的 OK 另一件事 也可以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 就是说 这个图表是什么 蓝色线就是 美国的十年期的 国债的知识论 而这个黑色的点线 就是 美国三十年的 流案的利率 OK 美国三十年的 流案的利率 在这个状况 大家看到 其实这两幅图 是很 in scale 的增长 那换句说话 就是有一个 什么 implications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 美国的 流案 三十年期的 定息流案 是以这个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知识论 是做一个reference 而且是极度 非常之同步 OK 除了一个方向是同步之外 连那个magnetal 也是非常之同步 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过去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说 我们不单止 考虑的就是说 我们虽然借多了 那七千亿 OK 就是美国的家庭负债 是由以前十二万亿多 到十三万亿多 借多了差不多 一万亿 大概 我们欠人多了钱 但是大家要想一下 就是说 其实今天的利率 这十年来的利率 OK 平均的利率 其实比起之前的利率 其实是低很多 如果我们 06 07 08年的时候 金融海啸 就是 据爆这个美国楼市 大概是在十年期的债息 是在四厘半至五厘之间 OK 那今天我们追究 大概三厘都不够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有一个 会不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或者会有一个发现 就是说 其实无论我在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例如我假设 就当我在10年的时候 买层 在美国的时候买层 我借下一个 Mortgage 大家看看当时的利率 是低过三厘 OK 如果去到13年的时候 更夸张 13年这些位置 买层的人 那个位置 30年的定息楼案 是说 比今天 是低成 1点多 至2% 这些人做了一个定息楼案 是不会改变的 大家要记住 OK 所以加息 没有很久才影响到 只是影响到 什么 在2019年3月7日 3月8日 3月9日 往后 做楼案的人 影响不到之前做楼案的人 所以其实他们还款的压力 今天来说是非常之低 比起以前还要再低很多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去看完整个图片 就是说今天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回到这一幅图表 OK 我们看到整体欠债的状况 是这样 历史真高 很严重 然后我们又看到 学生态和车态很严重 升了很多 但如果我们 譬如我们又看回 就是说 mortgage这一部分 是最大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 原来 我们那个 就是total mortgage volume 比以前还低 比以前不止 我赚多了钱 赚多了钱 还不止就是说 我每个月的利息 的供款 是比起我在06 07 08年的时候 买房子的人 是低很多 这个才是 问题的关键 之中的关键 今天WhatsApp group的朋友 又发了一张照片 又说 巴菲特告诉人 30年的流岸 记住 是30年的定息流岸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工具 令到不少美国人自负 这件事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美国是有定息流岸 香港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 往后就算 因为美国人 是不会因为往后的加息周期 或者减息周期 而影响到他原本 签那份流岸的合约 那个利率 是多少 所以这件事 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 似乎大家好像没有提及到这件事 大家经常会说 加息 所以美国人就 PK 你看他借这么多钱 留岸 10万亿 然后你看 那些学生贷款又贵 又借得多 车贷又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这些贷款 全部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支出率 而过去的十年 你会看到 很多 任何几点 我想有九成的时间 都是 利息是比今天是低 所以在这个状况里头 有三样东西 现在又再做一个小总结 三样东西 第一 美国人的赚钱的能力 比十年前高 有大概百分之三十 美国人的借贷 比十年前高 大概百分之十五 美国人的还利息的成本 整体他们借下 这些十三万亿美元的借贷 的利息是比十年前 远远地低 在这个状况里头 大家认为要如何说服自己 觉得美国今天家庭债务的状况 是非常之严重 已经去到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人很快还不起楼 被人查封 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 真的要好好地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另一件事 再说回 其实很想重点 在美国的楼岸市场 跟大家再说多一点 大概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会问 为什么这幅图说这么多 Longbank sector 美国人是否借了很多Shadowbank的钱 借人那样 在你的资料里面看不到 其实就去英资银行借钱 就像我们借财子 借义案那样去买楼 或者用发展商的呼吸策 可能大家会有一万个问号 可能是这样 人家的意思 OK 非常重要 和大家看看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 都是一些官方的报告 虽然不太更新 但更新的那份 我就找不到 有点抱歉 去到2017年的6月 但也挺新鲜的 在说年纪之前 变化其实就不会非常大 那我们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个报告的数字 和我们刚才看的sauce 其实挺吻合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就是整体的housing market 你可以看到 未常还的楼案的贷款 大概是10万亿多一点 比起金融海啸 之前最高位的 11、2万亿就低一点 OK 然后这个就是说 美国楼市整体 在年纪前 就达到24万8千美元 这个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美国今天那个 未常还的楼案贷款 真的比10年前低 OK 第二样东西大家就要看一看 就是说 其实承造美国楼案的市场 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sector 来承造 其中一个就叫做GSE OK 这个我忘记叫做 Government Sponsors 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OK 接着有一个叫FHA OK 接着有一个叫做 Private Label Securities OK 另外一个就是Portfolio 就是自己定 OK OK 那 有这四个的Origination 大家可以看到 OK 那 而张一鸣给大家看的图 就是来自这个FHA的index OK 那 如果我们看这个FHA的index 那当然好像很问题很严重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整体整个 整个 又是了 从高空三万尺看地球 美国 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FHA的市场 是在金融海啸之后 那个market share 开始壮大的 大家看到 黑色的部分 大概在2008年之后 开始才会 就是market share 开始多 而在2008年之前 除了一些政府机构 政府支援的一些机构之外 另一样就是 这个叫做Private Label Securities 就是一些私营的成造流行的公司 OK 那这个FHA又是什么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没有 2008年的时候 之后是这样 首先我们看看 究竟PLS 是做什么 好吗 这个就是说 Private Label Securities By Product Type 大家会看到的东西就是 什么呢 Supprime Mortgage 看到吗 黑色 以前 我想早2000年之前 你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次级房贷 次级房贷 什么时候开始有来 American Dream之后 就是说乔治布殊 说这件事 911之后 就开始 美国人一起买楼 有些American Dream 就有两条鎖匙 给你一个车匙 一个家门市 那自此之后 就开始 就成造了很多 这些 Supprime Mortgage OK 那这个叫做 我不知道怎么读 Odd A 我就这么读 那就是一些 叫做 我们笼统为之 就叫做 一些次级房贷 的Volum 做了很多 大家看到吗 03年到07 08年的时候 做了多少 今天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OK 当然我们还没有回到 2000年前的水平 但是 其实 都算是 相对来说 是理想一些 换言之 过去 成造这些 市级房贷 的 安全 在哪里 呢 就是这些 private label security 就是 美国的楼岸市场 就是 就是这样 OK 如果 我们现在这样看 就说 其实就是在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就 加强了很多 监管 加强了很多监管 之后大家就会看到 在蓝色这个部分 这个POS的 Securitization 不好意思 很难读 一夜之间 你会看到 就是说 突然之间 就从这个市场里面消失 得七七八八 OK 差不多 差不多 但美国人还要买楼 取而代之 退而求其次 如果没有这个 Government Sponsor 的Security 就是Security 之后 第二个 就是 佔了 Market share 就是这个FHA 那当然 FHA做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特别的好事 但是 其实是比这个PLS做的 起码就是 要有一个 的入息审查 要有一个 信贷的评分 要 要你经常购买 这个防贷的保险等等 但其实相对来说 是比这个GSE 是宽松一点 要求 但是 可以这样说 我们笼统一点说 FHA的监管 是介乎 在GSE 和PLS之间 换言之 大家 如果我们再看下 这幅桌子的话 就是说 每年的防贷 Origination 的share OK 以前 一个比较好的监管 我们假设就是灰色和黑色 一些比较好的监管 其实 你们会看到03年之后 突然降低得很紧 所以 所以当时 引发金融海啸 就是这样 蓝色部分 大家也正如 呼应刚才大使家 所说 很多的suprime mortgage 是来自private label security 借出来的 在2008年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美国监管的 这个浸泰市场 是做得比过去为之好 所以形成 你会看到蓝色部分 这些suprime mortgage 的次级房贷 真的消失得八百九九 取而内之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七成或以上的 都是一些比较高质素 和有监管底下 去批出的楼案 OK 所以形成了这个状况 大家应该 要有能力 去见得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的楼案市场 其实今天 是真的 那个监管的状况 或者那些人 借贷的人 其实是比以前更加好 所以如果我们拿着一张图表 就是说 就是这个share FHA究竟有多少是浪bank 有多少是bank 而他说 是很多shadowbank 借了钱出来 接着有很多这样的 其实是财势 我想大家 这个假设 似乎就未必成立 OK 那这个时候 再继续下去 我开不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不如好不 在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东西想讨论的话 在这个时刻 可以提出一点点问题 因为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 与此同时 我也会继续讲下去 那继续 等等 各位 好了 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其实都是同一份的报告 大家会看到就是说 又是说 Origination 的问题 就是这些房贷 究竟是怎么样 以前大家会看到就是说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是什么意思 就是浮动利息 其实也是呼应上面这一幅图 蓝色的部分是多少次级房贷 但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一些adjustable mortgage rate的 volume 去到05-06年的时候 你看到有多少 接近是市场的40% OK 那这个状况是什么时候开始 由03年开始 OK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呼应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今天 譬如去到2017年的时候 美国整体的楼案市场是什么呢 分别是30年 以及15年的定息楼案的贷款 OK 这些这样的数字 全部都不能骗人 就是大家会看到 另一样东西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审查的问题 这个叫做FICO score 就是说 美国人去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一些的credit rating OK 在2008年之后 无论你说10%也好 min也好 median也好 95%也好 全部的分数的要求 都是在金融海啸之前为之提高了 而在今天我们也看不到 重新的一个下人的趋势 就是说 美国的监管市场 今天还是做得非常之不错 是吧 另一件事 就是说 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的状况 我们今天的这个 看到美国的median 的sales price 仍然是处于一个 比较合理和健康的水平 就是比起2005至2007的时候 大家看到credit bubble 今天median sales price 和他们的maximum affordable price 仍然还有大概20%的距离 所以大家 如果我们 去跟刚才我们所看的 各个的状况去看的话 你还会不会有一个感觉 我们看完车贷房贷很高 然后看完很多 这个 学生贷款增加得很严重的时候 你会觉得今天 美国的状况很惡劣呢 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的2.5厘的fat fund rate 是很严重呢 我自己如果告诉大家 从楼岸市场也好 从楼市也好 从整体的信贷市场也好 我想我们就完全 完全看不到这个 所以平衡市场 经常性都说了 我们看长期利率 是需要去到三厘半至四厘 这个水平 才可以刺穿 美国的资产泡沫 再重新一次就是 之前都说过 如果大家在Facebook group 里头看过我们不同的视频 大家会知道 这个状况就是 今天美股是有少少缸 但是美国的楼市是没有缸 整体来说 加上两个资产市场 是有少少缸 但是利息今天来说 真的实在太低了 2.7厘的一个 10年期的US Treasury 比起我们对上一次 触发金融海啸的 接近5厘的利息 还有一段非常大的距离 我不是说这次会去到5厘才爆 而是 一个这么明显的差别 其实我们的信贷成本比以前低 我们的信贷虽然比以前多 但是我们 赚钱的能力比以前高了很多 在这个情况之下 而今天借钱的人的 固定比10年前健康那么多 分数高那么多 没有乱批次级房贷出去的状况之下 那信贷泡沫在哪里来呢 我真是招爆头 我都想不到 OK 真是招爆头都想不到 那反过来 其实很老实地说 美国的楼市 升得这么慢 其实在过去 相对于股要市场 正正其实也是 就是刚才 我们开回这个报告里面 看得到 今天那个监管市场 其实比以前 10年前 为之严格了很多 我们无论从FICO score的要求 大家会看到 全面上升 另一个东西大家会看到 就是以前我们有不少 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有不少 是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是浮息的案件 今天我们不批这些东西 就是说 美国以前有呼吸 plan 现在没有了这些呼吸 plan 就是 那个状况 你就想一下 其实就是美国痛定思痛去改变这件事情 如果我看不到 在这个市场里面 是有一个转变的话 那你又如何说服自己 我们比10年前更加悲惨呢 如果我反而反过来 就会告诉大家 大家会不会觉得 就是说 其实我们比10年前 是健康很多呢 OK 远远 远远未去到 一个信贷泡沫的情况出现 如果你去到现在 你还是有10万个问号的话 最后给大家多一点 一幅图 这个就是 Economist 的一个数字 虽然也倒转 真的不太更新 去到2016年的第四季 这个就是 一个叫做 Price against rents ratio 说的是美国的 蓝色线 United States 是一个 楼市的Housing price against rents ratio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Ratial 越高的话 就代表 租金回报率 是越低 OK 那最低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2016年的第一季 最上一次很低的时候 那我有理由 相信今天 大概在120多这个水平 就是看回 过去两年 美国楼市 缓缓上升的速度 一年大概 5-8% OK 那今天大概 可能是120多这个水平 那就是说 其实今天美国整体的楼市 的租金回报率 都是比06年的时候高 再加上这个Factor 给大家说 喂 我30年的定息楼 在过去10年 我借了很多便宜的Mortgage plan 你们对我的审查 是非常之严谨 OK 无论从这个FICO score 里头也好 不让美国人去借一些 浮息的案件 没有了市级房贷 全部要做定息的案件 一个这么严谨 或者不要说很严谨 比过去严谨那么多的审查 我每个月收的租金 的回报率比以前高 我付出的利息的成本比以前低 再加上是什么呢 我赚的钱比以前多 OK 这样的状况 就又真的是了 给大家了 其实是拘爆头的 是吧 如果 我们现在再看看 刚才 张一鸣 在平衡时空的Page上去的一些post 大家又认不认为 今天联邦基金利率 在2.5% 这个US Treasury 在2.76%的水平 是会令到美国的信贷市场的泡沫爆破呢 这个答案 留给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好不好 这几幅图 就是张一鸣先生的post 我真心的 我希望他都能够 看到我们的live sharing 哪怕什么时间也好 重温也好 如果他有另外一些 insight 可以说出来 大家再讨论的话 我非常之高兴 今天呢 我就希望用这45分钟的live sharing 和大家去展示 什么叫做 从高空三万尺看地球 我们不要 有时真的 我们看一些小小的转变 我们可以用一个放大镜去看 但如果我们要看个full picture 的大趋势的话 似乎这样做 就真的会以偏概全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要做 一个分析的时候 必须要具备的国力能力 OK 大概都说了整45分钟了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三几分钟 大家是有一些讨论 是想提出的话 欢迎大家现在提出 最后一点点 不要忘记进来看到的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喜欢我们的内容 我相信 你们今次之后 对于美国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必然有所得着 不要再给过去那些 你们看的什么新闻 香港的不知道什么的KOL OK 又或者你们过去的一些 概念 影响到你们做的判断 因为你们有朋友 在美国生活的 你问一下他 你今次今天 申请一张credit卡 用不容易 十年前容易 还是今天容易 我批他的头来告诉你 今天他说申请一张credit卡 比以前很多倍 今天如果要批个留案 比十年前九倍 如果你在金融海啸之前 还买到一层楼 曾经是Default 也好 或者是延期还款 也好 你今天如果想重新再借钱 去买一层楼 难过登帖 麻烦你付费 是吧 所以在这个状况里 你认为 他可以借到多少钱呢 不要给那十二万亿 十三万亿 或者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的贷款 帖子来蒙骗了大家 看事实的真相 的全部 OK 当然 美国人今天真的很难借钱 他们想借也借不到 所以 你想楼市升得快 都难 真的难 没有人借 那你自然 那个价格是升得那么快 这是必然的事实 你要透过一个新增的信贷 还是创造新的贷款 然后才可以增加到 那个贷款 以及增加到 那个资产价格 但是今天没有这件事 所以慢慢等 如果你持有 美国的楼市 或者相关一些 股票也好 基金也好 等等 那你预算了 真的会比较慢一些 所以 那是美国今次的加息周期 是真的还会继续下去 以及是比较长一些 那如果说到这里 你也不相信 不要紧 那我们放长双眼 拭目以待 看现实究竟是怎样 我经常都说 我们喜欢预测 拥抱趋势 尊重现实 现实不是这样的时候 就有行动 两个月之前 很多人说 美股跌两成 是红市了 OK 美联储就知错了 掉头要减息 停止缩票 当时平衡时空 力排中意 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一回事 有调整是健康和合理的 当大家看到 状况不是这样的时候 股市和楼市 又会继续上升 但是当然中间 会有不少次 就像之前那样的调整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最后也说一点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 平衡时空的分享 而又未加入我们的 WhatsApp Group 和Facebook Group 的话 欢迎你们 WhatsApp 6510-0844 和我们的板珠联络 我们会解答 你的问题 如果你加入我们 WhatsApp Group 我们每天都会有 讨论 每天都会有 讨论 大家有些很 fruitful的讨论 以及就是 讲一下一些 投资市场 或者世界的政治局势 最新的方向 如果你说 你只是想看 平衡时空的分享 好像今天这些 Live sharing的话 而你又未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Group 那你真的事不宜遲 因为 只有是Facebook Group 的Member 才可以 收听 收听 我们所有的Live sharing 而我们 只会将部分 我认为 一些比较有趣 或者可能Mars Public 也有兴趣 或者可能是一些 对于大众来说 重要的题目 和大家分享 但是很多 独门的看法 又或者我们一些 独特的分析 就只是 Facebook Group 的Member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欢迎你们 去查询 和加入 成为我们 平衡时空的一份子 学习 如何从高空 三万尺 看这个世界 无论 我相信 无论 从你的资产配置 也好 你的人生的规划也好 都一定是有得着 那这个 都是 就是 我们 創立这个page 或者不同的 讨论群组 其中一个很重要 很大的目标 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 最后 就看看大家 有没有 什么叫669 不好意思 最后 希望 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我暂时看到 一个share 都没有 我知道 share 是很困难的 但是 一个小小的心愿 如果你真的 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无论你在这里 click一个share 打几个中文字 又或者 口耳相传 告诉你的朋友 有一个这样的channel 是值得 你们去看的 无论你是 一个普通的page followers 也好 或者是我们不同的group 也好 我都衷心多谢大家的支持 你们的兴趣 以及你们的鼓励 好吗 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今晚我们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 我们就抽时间 再跟大家 在facebookgroup 里头 做一些live sharing 到时候 我们又会再找一些很有趣 新鲜滚热 和政治 经济 有关的特别 再跟大家分享 今晚阻止了大家 整个小时的时间 OK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继续看电视 OK 拜拜